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Extra 養心分享 今天是開心星期一 跟大家分享一下上星期我去了上課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上課 最近有兩個課會上課 一個叫做肌力檢測 你可能會覺得,蛤?肌力檢測?有沒有搞錯? 或者是那些,你伸在手上,然後按,有沒有說謊話 或者是這個O-Rain Text 試一下你是不是說謊話,或者是用來檢查 如果只是肌力檢測,我當然沒有興趣想 但這個教肌力檢測的sir,叫Raymond 為什麼我會想呢? 試完就是這樣的,就是我家的肌桶有很多的營養品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煩惱呢? 其實我捨得花錢的 如果是對我身體健康,以及我的能量,Energy Level 可以增加的話,我是願意花錢 以及我已經花了很多錢,在我自己健康身上 但是,我覺得那個進展依然很緩慢 例如我會腳痛,以及偶爾這個痛,那樣痛 我沒有大病,但是小小的東西 但小小的東西都不要小看它 例如膝蓋痛,你可以沒有心思的 因為我膝蓋痛,曾經試過痛到行商場行不到 行街行不到 那最近輪流的腳的後面痛,右腳的後腿後面痛 你都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我做了兩次針灸,事好事有繼續痛 Anyway,我就覺得這樣的 如果是吃營養品的話 其實吃哪一種呢? 吃哪一種呢? 吃哪一種呢? 吃哪一種配搭呢? 什麼時候吃呢? 吃多少呢? 飯前還是飯後呢? 然後是吃多久呢? 其實真的完全無從稽考 只不過你買一種配搭回來 你還覺得應該是這樣 譬如我血氣不好 我就買了一些叫Folic Acid 的膠維他命B 但是吃多少呢? 什麼時候吃呢? 吃多久才可以停呢? 當然那些減肥的藥有很多 然後也是那一句 基本上呢 我是多到記不到的 Anyway 教肌力測試的導師 Raymond 就是他的背景很有趣 因為 講他現在怎樣 他現在一天吃一餐 他大概六十多歲 六十四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但是他樣子就像五十多 他大概年輕 八年 十年八年 你看他的樣子 你猜不到他已經六十多 保持得非常之好 譬如肝肉滑 腰直 背挺 然後他一個月 就只吃一兩次生果 以及一個月吃一兩次菜 這對我來說很吸引 為什麼呢? 就不是我不喜歡吃菜 也不是我不喜歡吃生果 而是 現在的菜和生果 你記得有多少營養 全部都是 我在唐尾道六年 進入第七年 唐尾道的生果 廣東道的生果 是一年大那年 橙 足球那麼大 蘋果 足球那麼大 然後釋迦 所有的生果 甚至乎其輪果 都是足球那麼大 小足球那麼大 但是明明天氣轉化 轉變 氣候轉變 然後 我認識很多農夫 都是叫救命 做不到事情 為什麼會這麼大呢? 當然是怕改造 不用說 還有 據說的 橙是沒有維他命絲 你吃橙是沒什麼用的 基本上 幸好就是 我O型血的 然後 橙、蘋果、香蕉 我也不喜歡 這樣 有剛好 O型血的人 是不適合吃橙、蘋果、香蕉的 詳情呢 你可以看回我們這個 開心養生館 我記得開心養生館 我們訪問過 林桂志老師的 專門說 血型與食物的組合 好了 還有什麼呢? 沒得暫停 這個是Apple 這個是iPhone 沒得暫停 我只會說給你聽 很有趣的 其實 我們很多時候 如果你要問 怎麼說呢? 我們的身邊 有很多的 高我 天使 我們的守護天使 那類的 其實 人呢 離不開 就喜歡求神問卜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 在第三圍道的世界 能夠知道的事實在太少了 那我們需要 譬如我剛才所說 我想搞好身體 還有我想 瘦一點 各樣都會好 人瘦一點 走路會輕散一點 膝蓋的負荷會輕一點 人清醒一點 身體的負荷沒有那麼重 穿衣漂亮一點 選衣的選擇多一點 很多很多好處 然後很有趣的 就是 我剛剛星期六上一班 然後就是 其實大家 不知道有沒有玩過這件事 尖卜 你有沒有玩過呢? 我很少尖卜 尖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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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定的 然後 還有什麼呢? 靈擺 符基 大家知道符基是什麼嗎? 符基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因為正宗符基 負責符基的小朋友 某不知 dogitung 有一個不知的 那個人不能給官藍子的意思 看字汎珠 也不知的 他就寫寫寫寫寫寫了 ons libro 有kuntininy 和善卜 熟菲 是尋了好 屋 conc 就是有兩條金屬線 去查 谷井 哪裏有根 多少äreOT 比較肥物質 尋龍石, 尋龍石 另外, 以前小時候就玩過碟仙 現在就奉勸大家千萬不要玩 塔羅牌, 其實很久以前我自己都是塔羅斯 後來就沒有玩, 入了基督教 現在我都少玩, 差不多沒有玩 我家裡沒有這些 還有, 有點有趣的就是 大家知不知道呢 有件事叫舒曼波 如果你是留意開心心靈的人 可能你都知道了, 舒曼波 地球的頻率, 如果大家想生存的話 我們需要在一個叫7.83的舒曼波 Hertz 而地球現在的震頻是提升了 是去到8.52的 而呢 地球會不斷地提升的震頻 一直去到11的 那去到地球的11的震頻 就會怎樣呢 就會整個地球很長和 很長和 然後就是, 我們到時候 有一個叫做新人類 新人類是48% 那就是說, 有一半的人 是不會留下來的 還有到時, 為什麼那些人會很長和呢 就是 第一就是, 大家會變得很 spiritual 變成是 甚至乎 telepathic 甚至乎是 你會完全知道我想什麼 我會完全知道你想什麼 那變成就是, 大家都沒有秘密 那其實 現在坊間呢 大家會覺得 我聽過很多人都覺得 沒有新聞自由 或者沒有這個自由 沒有那個自由 其實如果大家的事情 從另一個角度看 在一個靈性角度看的話 其實 如果大家越是透明的話 其實是越 那個世界是越和平的 我知道很多人是很反感的 我這樣說 是有人在那裡吵的 這樣 嗯 舉個例子 我自己是很透明的 我非常的透明 無論是我以前高潮 我的事業高潮 人生低潮 其實很多事情你們都知道 所以我 在外面街 經常會遇到一些人 跟我好像很熟 那樣 因為他們都知道我的東西 我沒有什麼秘密的 甚至乎 我有時候年輕的時候 我那些性生活 在某些場合我有講 譬如以前教會我有講 或者我的小組 我會講 這樣 有人接受到 有人接受不到 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 這個也都很符合 聖經所講的 就是以後 地球 會是 有些很特別的事情發生 就是 有兩個人一起在田中 正在做事 一個就會不見了 然後有兩個人在屋頂做事 有一個不見了 那個情況是會非常地特別 就是 不見了 就好像那個人 從來沒有出現過 那樣 這個不要說了 去到太虛無飄渺了 那我簡單來說 就是 大家記住 就是 不要做一些事情 是違背良心 傷害到別人 傷害到任何的 個體的團體 一定要做的所有事 是對得住天地良心 還有 要孝順 要孝義 不要去 就是不要做這些事情 令到太太 令到家人傷心 這些 說 你覺得 搞錯 說這些事情 是真的 要不然將來升 就沒有你的份 那麼簡單 OK 然後機力測試還有什麼好玩呢 就是 你可以直接 人是會說謊 細胞不說謊 我們身體是不說謊 譬如我們同一個人合不合 或者我們同一個人 可不可以在一起 即是說 無論是工作 無論是愛情 甚至乎你做不做這個投資 你對方是否一個好的生意夥伴 是否一個好的終身伴侶 都可以用機力測試 這樣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 我們傷了一刻 就出了一條街 就是 原神功的鄭桂蓮老師說 其實我們擺風水之前 我們需要先結淨我們自己 而是需要先結淨我們家 OK 然後令我想 其實 在我過去的29年 行靈性的那個道路 這件事情 不是不知道 但是沒有 不夠慎重地去把它強化 OK 然後很有趣就是 因為 意識能量這一家 如果大家想提升自己的意識能量 那 我們無論是做這個風水 無論是我們做這個 即是經歷測試 或者剛才說的那樣東西 我們先要做一件事 就是清洗自己 OK 清洗自己 包括什麼呢 就是唇位 例如這個 用右手 這個放在頭圖上 你不用跟著做 因為 我只學了四點而已 然後再過兩個禮拜 才學到另一個兩點 我大概告訴你 例如這個 在人中 在這個 這樣 然後這個手 就放在肚子上 然後就是 餘中穴 餘中穴 就是這個鎖骨 這個有兩個突出來的波波 這個圓圓圓的地方 然後數下去大概1cm 你會發現有一個地方凹痕的 還有你按下去的話 有一點點彈彈彈彈彈的 就是這個位 這樣 然後就是 左右摔一下它 讓它排解負能量 第三名就是尾骨 就是 用這個手 放在自己的臀部的中間 有個尾龍骨的最底 很私人的地方 當然 然後就 震一下它 然後還有空扇 空扇在哪裏呢 你看到那些猩猩猩 這樣脫了空扇的 空扇就在這裏 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我遲些告訴你 然後就 用一個空心拳 這樣 這樣 OK 另外就是水分 你的水分充不足足呢 另外一個東西叫什麼 就是這個叫 逆能轉向的 這個還未上 過兩個禮拜才上的 到時候要和大家分享更多 就是什麼 就是令到這些 六個地方要做清洗 清洗的時候 清洗不簡單的 譬如這個 它做這個位置 這樣 去摔它 然後我的眼睛 是需要 這樣 眼球是需要這樣動 是不是好笑 我看不到自己的樣子 15秒這樣 然後清洗完之後 才可以做這個機力測試 是一個很有趣的事 來的 如果 如果你 修煉得多的話 根據 阿Sir說 這個 Raymond 他Raymond導師 聽過Raymond導師說 就是 你可以隔空 不是隔空 是從這個虛空取物的 他說 為什麼他不用吃菜呢 為什麼他不用怎樣去吃東西 一天只吃一餐 所以他一定要吃好東西 然後 為什麼一個月只需要吃一兩次生果呢 第一 其實人 不是 但是 要學起來 其實我們的能量 不只是透過我們的腸胃吸收 就是說 什麼意思 我們 去吸收能量 不是靠吃東西 大家可能都聽過 比如藝鼎大 藝鼎老師說 人 其實那個系統 我們是吃光 吃氣 除了光和氣之外 有五種食物 我們需要的 有五種元素 我們需要令到我們生存 第一 就是光 第二 光就是 光 陽光 水 不用說 第三 就是氣 空氣 或者是我們氣體癡 氣 第四 是土 土 所有的食物都是由土地來 豬牛羊羊鴨 他們都是要吃土的食物 所以要有土才能生存 第五 是什麼呢 怎麼猜我們都猜不到 就是 磁 地磁 所謂地磁是什麼呢 就是 日月精華裡面 日很明顯就是陽光 是不是 月的什麼呢 月不是月光 是地磁 很多很多年前 我上過一個課 就跟陳耀堅教授上課 都很糟糕 因為我們地球那個磁 已經沒有了98.8% 98.8% 都幾大劑 所以你發覺坊間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磁的產品 磁力的產品 藏玉 磁力助剪 當然 但是 你小心選購 很多都找笨 或者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OK 那就是 我要看月輪說 如果 磁 還有磁有一個特徵 就是 如果你買一個產品 如果這個磁是穩定在一個波段 是沒有用的 它是需要不斷去變頻的 這樣才有用的 可以 這個 可以調乾 好了 還說了很多東西 有什麼可以告訴你 讓我想想 讓我看看 對了 這樣 說這件事給你聽 人有三個身體 第一個就是 physical body 就是我們身體 就用來耳鶴修真 或者耳鶴修真 什麼叫耳鶴修真 這個就是耳鶴 用你的身體 去盡量 將葉障 和一些人了緣 不是了緣 是結緣 不是結緣 是了緣 結緣就是 大家做過朋友 就叫結緣 了緣是什麼呢 就是今世有什麼 我欠你的 就還了 今世你有什麼 你還了 那就叫了 鳥元 physical body 我就用來 最近我用了很多時間 來研究我的身體 因為身心靈裡面 身體 反而是我最弱的 就是 對於健康 營養 休息 我很弱的 而我人生的前 那29年 大部分的 靈修 或者個人成章 那些 全部都是心 和靈 靈就是spiritual 或者靈魂上面的層面 而心就是 mental 譬如programming 信念 思想 信道實上 我就很熟 現在去到 五十幾 今年生日五十九 明年六十 我覺得 是時候 要用多些能量 多些時間 多些資源 去了解一下 這副計 到底是什麼回事 近這兩年 甚至近這幾年 我想我用了很多資源 但仍未夠好 那 還有一件事 就是 Raymond好像沒有什麼運動 我也不是那些喜歡運動的人 其實運動是一個需要 你覺得你需要 但是真的不喜歡運動 怎麼搞 所以 更加需要知道 如何維持生理 第二件事 就是 存在於心輪中 真正的我 第一個是 physical body 第二個是 real body real me 什麼叫做real body real me 潛意識 大我 指導靈 或者你叫做靈魂的一個東西 第三個是什麼呢 第三個我們的身體 就叫做higher self 這個higher self 有多high呢 就是在說第五圍道 所以他不是說真的 另一個大的higher self 那個higher self 就是創造天地 創造宇宙的時候 他已經在這裏 所以非常高坦素 我們在說我們自己的higher self OK 有人說 譬如這個七子衛生人 就說 地球是有二十三圍道的 有人說 我們現在去第十一圍道 但是根據這個機力測試 其實宇宙只有九個圍道 而 佛陀那些都是來自九個 這些我沒有證沒有句 這些事要從哪裏來的呢 就是 有些人做這個機力測試 找到出來的 然後就是 如果大家有看過 這個interstellar interstellar 中文叫做 星際啟示錄的 OK 男主角 真名的 Matthew 男主角 就在第五圍道 找到一個方法 跟他三圍道的女兒去溝通 然後透過這個溝通 就是拯救了當時地球 開始越來越沒有食物 越來越沙塵滾滾 污染得很厲害 OK 然後呢 當我們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 跟我們自己的higher self去聯繫 去聯繫 OK 然後就是去找到答案 然後呢 透過一些靈性工具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靈擺 扶基 求籤 聖杯 尋龍赤 塔 這些 記住 剛才我另外說過 那些蜜絲蜜絲 那些不要玩 為什麼不要玩 就是因為你沒有辦法 可以查到 他背後那個靈 是什麼靈 你沒有辦法知道 OK 好 還有什麼有趣的 告訴大家 還有 大家可能都聽過 那個情緒指數 人的能量指數 根據這個大衛霍金師 David Hawkins 這個David Hawkins 很厲害 因為他有一個 1500人的團隊 1500人 這個1500人的團隊做什麼呢 就是透過肌力測試 去做了很多實驗出來的 而肌力測試 大家知道嗎 如果大家去做身體body track 有些大型機器 整個人通過去 幾千萬一台 原來那些機器 有效的效率 只有六十幾% 只有六十幾% 原來有三十六% 是不準確的 這個全部是我聽回來的 沒有證沒有句的 你聽就當故事聽好了 因為我也是上課聽回來的 但是機力測試 是達到九十八% 它的筆不準程度 只有兩% 所以我覺得OK是非常準 可以值得學 但是在香港來說 當然不被醫學界接受 但是在日本來說 日本醫學是接受這件事的 因為日本人很有趣的 每一個民族 它有特徵的 以下所有內容 都是我重複 Rain Manu 導師說的 日本人有什麼特徵呢 就是很務實 很實際 很務實 而且日本是一個很有錢的國家 所以它有足夠的資源 可以買到任何高科技的產品 任何高科技的醫療產品 所以為什麼日本醫學會接受 這個 muscle test 這個 muscle test 這個 muscle test 或者這個 O-ring 就是因為它的準程度很高 而且基本上是不用錢 這樣 然後有趣的是什麼呢 就是 在這個表裡面 就是David Hawkins的情緒表 大家可能記得 七八至一千 就已經是升仙了 你應該是佛陀 耶穌 那些什麼 然後呢 0至25 就是那些 羞愧 有自殺傾向 那些 然後去到200以上 就叫 200是一個分水嶺 200或以上 就是正向正面 然後200以下 就是負面 那原來有趣的是 原來我們地球 根據這個經歷測試 地球有68%的人口的意識 是under 200 那就是說什麼呢 其實在這個地球 大部分的人 近70%的人 都是負面的 情緒負面的 這樣 然後只有30%的人 是比較正面的 就是比較正面的 是說 200而已 但是200不是很高的 那原來在外國來說 那 有些 培訓公司 就是 但是 他要那些導師 是他的那個 指數 要有500以上 才可以 給你去教人的 那其實我覺得 這件事非常之適合 我覺得香港 應該是這樣 如果你那個指數 太低的話 人家來教 人家給你教 反而越教越負面 或者是有二度傷害 那就死了 這樣 那還有很多資料 很有趣的 但是 那些資料呢 就有一部手機 說不到給你聽 那就先說這麼多 然後呢 修行是一件有趣的事 他說到 達摩祖師 他的大腦 開發了是12%的 然後 這個Nikolas Tesla 是36.9% 他應該是全人類 那個腦開發得最厲害的一個人 因為 其餘那些 譬如說 有個 有個 有個道教的真人 很厲害的 現在一百零 一百零幾歲 一百零三歲 是說 都是 十幾二十個percent 而已 我有機會再告訴大家 因為 資料都在手機上 很有趣 這樣 好 講到這裡 這樣 所以呢 為什麼會吸引到我們上課呢 就是這樣 然後呢 繼續學下去的話 就可以怎樣呢 就是可以在這個虛空裡取物 或者虛空 我覺得是虛空裡取財都可以的 我自己是教理財 現在讀書會講的創造金錢 其實我們絕對可以在虛空裡取財 即是說 無中身有去創造你的財富 然後我從這個角度去想回 Raymond導師 他講的這個 從虛空取物 所謂的虛空取物是什麼呢 比如說 假設我身體 根據Raymond導師說 就是大部分的微量元素都不夠的 如果以前的話 我們會吃 會拍丸 吃回維他命丸 A技也好 H技也好 N技也好 但其實當你學懂了 怎樣去由虛空取物的話 就不用了 可以省下很多錢 可以 以及很準成 還有是什麼呢 很多東西都可以在虛空裡取下來 我會慢慢跟大家講一下 我是完全相信這個 因為錢就是這樣 錢是這樣的 很多人以為錢是來自你的工作 來自你的老闆 來自你的產品 或者是來自你的團隊 不是 其實錢的能量 是來自你的情緒 來自你的喜悅 或者是來自宇宙 當你跟宇宙連繫了 然後你讓宇宙知道 有錢令你很開心的話 那個宇宙就會承傳你的 現在我就會覺得 嗯 我會想有個家庭 想有一些多些的 嗯 我正在預備我的心態 因為現在這間屋 我是非常地享受的 那我只能夠 這裡 我很難想像多個人在這裡 但是 我開始預備我的心情就是 嗯 我想有個Family 那你要預備這個心情去做這件事 這樣 好 講到這裡 那如果你喜歡你照顧 給我一個Like 那 訂閱 按鐘仔 嗯 暫時沒有廣告 最近我們節目都沒有廣告 還有什麼呢 所以不用叫你看廣告多過一分鐘 傳個link給你朋友 分享一下你的意見 還有成為我們相聚會員 成為相聚會員有很多好處的 好 講到這裡 拜拜 拜拜 拜拜